好 欢迎回来继续看新闻 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 商圈火热 人气旺 市场繁荣有秩序 活力天津 激扬更加丰沛的发展动能 喜迎二十大 这两天 天河城的招商部门 正围绕重点打造手电集群的思路 调整招商方案 在现有新能源汽车 珠宝 数码 亲子 四大主题街区 共50多家全国手电 华北手电 天津手电的基础上 继续增加新店面 丰富业态和消费场景 这家亲子主题乐园 是今年引进的华北地区首家旗舰店 在多家城市竞争中 天津商务部门以及天河城 迅速帮企业解决了6000平方米场地 楼体结构重新设计改造等问题 促成企业落地 今年 天河城所在的金街商圈 进行了新的布局调整 结合海河消费剂 品质生活节 发放消费券等系列活动 打造全地域消费场景 全方位消费体验 吸引70多家企业落户金街 眼下 国金购物中心 印象城 中海和平之门等一批重点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升级 让这条百年老街人气更旺 来天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非常明智的 天津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作为消费中心城市 在全国来说 竞争力是非常的充足的 希望能够在天津再去深耕 金街具有百年的传统 具有非常好的商业基因 继续去招募一些网红品牌 新奇特的体验业台 延续百年金街的繁荣 继续推出百年金街跨时空音乐会 花车巡游等活动 将金街全力打造成为更高水平 更具影响力的地标性商权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推进海河东岸8.28公里 金色商贸走廊建设 商业综合体金贸会计划年底开业 这家商场是由原第一热电厂改建的 在建筑本来风貌的基础上 全面修缮改造升级 用现代化材质打造时尚的超大圆形穹顶 这几天进入了工程收尾阶段 商户陆续进场开始店铺装修 河东区商务局积极对接辖区资源 组织住建城管等多部门 解决燃气配套 征兆办理等事项 做好招商服务宣传等全方位工作 眼下金贸会已达成整体签约率90% 其中首进天津的品牌就超过了30% 希望通过天津经贸会项目的建设 能够串练起整个海河沿线的商业的氛围 我们希望通过首天经济的引入 万平城市广场的界面的呈现 以及我们未来会在老厂房的红砖里面上 呈现的裸眼的3D的灯光秀 等等持续的这些内容 来助力我们区域经济的一个提升 我们希望以这种饱满的热情持续的干劲 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天津西京万达广场 周边三公里内有不少居民区和产业园区 常住人口达到30万 消费潜力巨大 商场正在全力冲刺 计划年底开业 瞄准年轻客群 打造以体验为核心的生活中心 招商引入的240个品牌中 不仅有手电新品牌和创新概念旗舰店 还有电玩娱乐 VR体验 综合运动馆 极限卡丁车等娱乐业态 带动城市消费升级 目前我们万达商馆集团 在天津这个城市 已经投资和新建了7座万达广场 我们也会通过我们一些新型的商业创意 来为我们整个的天津市民 提供一个城市微度假的最终目的地 今年以来天津商务部门围绕打造消费地标 聚焦消费国际化 推动消费升级等方面 有序推进114项重点任务 打造金街等8大地标商圈 推出各类商旅文体融合消费场景 超过200个 发放政府消费券1.5亿元 拉动消费超40亿元 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商务局将进一步深入挖掘 河 海 港 洋楼资源 打造更多的商务文体融合的消费场景 举办展会季赛各类活动 多维度的激发消费活力 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 以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再次进行